统计显示 截止到昨天已经有35只个股收盘 创出了6月中旬大盘见顶以来的新低 其中美达股份移通试剂等个股跌幅最大 跌幅分别高达50.01% 还有47.28% 国头电力大野特钢等个股市盈率最低 分别是9.83倍和17.29倍 首钢股份五钢股份等个股市盈率是最低 分别是0.83和1.07倍 分别是0.07倍